欢迎来到灵异投稿区 今天分享故事的 虽然无法亲眼看见好兄弟 却有一位灵异体质的伴侣 他曾目睹有人从高楼坠下 但这并不是结局 他发现那个人一再重复跳下 仿佛不知道自己早已离世 后来一场庆祝生日的晚宴中 收到礼物的反应 跟被干扰的恐惧 以及耳机中那诡异声音 种种奇怪迹象 都指向难以解释的灵异事件 究竟是真实的还是纯粹巧合 那废话就不多说 故事开始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段 令人毛骨悚然的诡异经历 虽然我没亲眼见到那个 首先我女友 她是特殊的灵异体质 就读高雄大学的她 有段时间为了减肥 上完课没有马上回宿舍 简单吃了香蕉 补充体力 就围着校园跑一圈 那天就像平常一样 结束时天黑了 但女友在周围宿舍的途中 意外目击到不可思议的景象 她看到有名女子 站在楼顶上 伸开双手后一躍而下 女友大声尖叫后发现 跳楼的女子怎么不见了 因为尖叫声 让所有人都看向女友 尴尬的她 只好赶紧加快脚步离开 但是走没几步路 那个消失的女子 再次出现在楼顶上面 一样伸开双手后跳下 不过这次女友没有闭眼尖叫 她张开眼看着女子 撞击到地面瞬间 整个人魂飞魄散 化成物散掉了 事后女友研究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 这是因为自杀者无法超生 会永远深陷于死亡过程的回忆中 如果是上吊的人 就会不断重复挂在上面 痛苦挣扎到停止呼吸 而跳楼的人 就会重复从高处跳下 女友认为 那个女子根本不知道 自己早已离世 因为在重复跳的过程 女子脸上的表情很害怕 所以女友奉劝大家 如果想不开的人 不要以为自杀就能摆脱现实中的痛苦 这反而会让自己陷入无止性的苦痛中 每当女友跟我讲这些怪事时 我总是觉得这是一种迷信 但是出于对她的爱 通常我也不会反驳嘲笑 只会尴尬地笑着回应 后来在一个晴朗的假日下午 女友生日 我们相约在收购百货 共度浪漫的晚餐 她十分期待 因为我们要吃的那家餐厅 是米其林推荐的泰式料理 我提早到百货公司 先买了一只超大只的泰迪熊 当作给她的生日礼物 买好后 我在约定的地点 百货公司大门外的椅子上 等女友 等待时有点无聊 我就戴上耳机 沉浸在原神游戏世界中 当我全神贯注于故事情节时 突然感觉有人靠近我背后 还在耳边轻声说了些 听不太清楚的话 我心想可能是什么推销员吧 我就装作没听到 不理她 继续玩着原神 但她不止发出声音 还用手指戳了我的肩膀 让我无法忍受 转头叫她 别再打扰我 没想到转过头后 却发现 背后空无一人 那刚刚是谁 戳我的 当时我也没有太在意 觉得可能是昆虫或鸟 碰到吧 就继续玩着游戏 结果没想到 还是听到那怪声音 我只好拿掉耳机检查 原来怪声 是从耳机传来的 是说到附近 电池波的干扰吗 我关掉蓝牙 重新连线测试 这次没有打开游戏 可以更明显的 听到那声音 那声音就像有人拿着刀 在我的耳边 刮着玻璃给我听 听到后来 声音还变得越来越刺耳 让我的耳朵痛得要命 不得不摘下耳机 后来把声音调小 打开歌来听 耳机的音质不知损坏 听一首歌还断断续续好几次 当迟到的女友 终于到了之后 我兴高采烈地 立上太迪熊 但是她的反应 让我感到有些错愕 原本期待 她会在收到礼物后 露出开心的笑容 结果她对这份礼物的反应 极度冷淡 在她眼里 晚餐显然比太迪熊 更有吸引力 我心里想 或许太迪熊 让她想到什么 该不会 之前任送过的礼物 后来我们进到 那家泰式餐厅 随着每一道美味料理 进入口中 女友的表情 也开始转变 从原本的冷淡 变成满脸的笑容 后来聊天时 我笑着告诉她 刚才耳机故障的问题 打算吃碗 去问看看 还能不能修 但她一听 表情突然变得紧张 不管我和她说什么 她也都没有回应 只见她急忙用手机 不知道在查什么资料 过了一段时间 她才告诉我一切 原来她刚刚没有迟到 她是到了之后 看到我旁边地上 躺着一名男子 然后慢慢地 消失不见 那名男子的灵魂 就这样 一直重复跳下 她怕吓到我 所以没有告诉我 也才会 收到太迪熊 没有反应 因为当时 她只想拉着我 赶快离开那里 她一边说 一边拿手机给我看 我看着手机上的 新闻报道 上面写着 一名28岁的 灵性男子 在下午4点14分 从受购百货的 18楼跳下 下午4点14分 这时间 有点不太吉利 而且 这不就我耳机 故障前 听到的怪声 如果您是红了 明珊 明珊 遥连 相声 优优独播